她是西藏的湘京女王,21岁白手起家,打拼20余年,博得百亿身家。 却在一夜之间,企业市值蒸发300多亿,自己也被立案调查,她就是华宝集团的创始人朱林瑶。 在商界人物里,朱林瑶和华宝集团相当低调,但这家企业的合作品牌可都是排得上号的业界巨头,比如食品界的泰泰勒、鱼润,以及香烟界的红塔山等。 不过就在去年1月,华宝集团的市值一夜之间蒸发了300多亿。 那么朱林瑶是如何白手起家的,如今她的企业又为何损失惨重呢? 本期商将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朱林瑶的创业故事。 虽说朱林瑶是西藏首富,她的出生地其实是四川。 1969年,朱林瑶生于四川的一个工薪家庭,家里条件虽说普通,但也够供她读书了。 1986年,朱林瑶如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,不过对朱林瑶来说,比大学更吸引人的是北京的经济发展。 在北京读书期间,朱林瑶了解到了很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的故事,自己也是听得心潮澎湃,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创业致富。 朱林瑶的执行力很强,她的创业梦不是白日梦,而是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研究市场。 很快她就发现,自己身边的大学生群体就是个很有潜力的市场。 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,尤其是北京的大学生,家里一般都是不缺钱的。 并且,大学生毕竟社会经验不足,消费时多多少少带点冲动。 因此,在朱林瑶的眼里,自己的同学纷纷化身肥羊。 于是,在大学期间,朱林瑶就靠着批发市场搞来的宿舍用品在大学出售,居然真的赚到了不少的钱。 等到她毕业的时候,她收获的可不止一张毕业证,还有数万元的现金。 毕业后的朱林瑶终于有机会真正开始创业了。 她刚一毕业,就建立了自己的公司,主要的业务是生产销售各种香精,包括食品、化妆品、香烟等各种领域。 不得不说,朱林瑶选择的这个创业方向很不错,香精属于上游产品,不太受市场波动的影响,属于汗老保收的事业。 不过此时的朱林瑶也有自己的苦恼,那就是想生产香精,也是需要技术的。 自己一个几万元创立的小厂,设备几乎都是买的二手的,技术更是无从谈起,因此在面对大企业时,毫无竞争力可言。 但升级设备又要钱,自己现在没钱。 朱林瑶便相当着急,认为这样下去,事业肯定会陷入恶性循环。 想打破这个僵局也不难,无非就是融资来解决资金问题。 但问题是,当时朱林瑶的公司名不见经传,他找了十几家投资机构,没有一家看好他的事业。 就在朱林瑶束手无策的时候,一个同行走进了他的事业。 那名同行叫林郭文,此人也是香料行业的企业家。 只不过和朱林瑶的区别是,林郭文由于起家早,运气好,早就成为了广东的香料巨头。 想朱林瑶的公司,人家是根本瞧不上的。 不过这时候,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,林郭文虽说瞧不上朱林瑶的公司,但瞧上了朱林瑶这个人。 他发现朱林瑶事业心强,并且在很多创业观点上跟自己颇有知己之感。 除此之外,当时的朱林瑶只有二十多岁,正是年轻貌美的时候,在外貌上林郭文也相当重义。 朱林瑶观察能力很强,立即就发现林郭文对自己有意思,于是便主动展开攻略, 要让林郭文败到在自己的石榴群下。 商界强人互相联姻并没有问题,但问题在于林郭文当时已经结婚了,朱林瑶也清楚这一点,不过他并不在乎。 本着死到有不死贫道的心态,朱林瑶毫无心理负担地破坏了林郭文的家庭,让他与发妻离婚,然后自己顺利上位。 靠着这种不太光彩的手段,朱林瑶顺利解决了困扰他许久的资金问题。 朱林瑶与林郭文结婚后,两人的公司也合二为一,建立了华宝集团。 虽说朱林瑶人体一般,但业务能力的确很强,在他的主导下,华宝集团成功和红塔山、哈德门等香烟巨头达成了合作协议。 香烟的盈利能力各位也是有目共睹的,再加上香料本身就是上游材料,因此华宝集团的营收开始快速且稳定地上涨。 到了2003年时,华宝集团的规模已经破异,这时候朱林瑶和林郭文夫妇就开始谋划企业的上市了。 2004年,靠着庞大的规模和稳定的营收,华宝集团的上市几乎没有阻力,很快在港交所顺利挂牌。 不过上市之后的华宝集团营收的画风就变得奇怪了起来。 他的财富居然在10年内从10亿暴涨到了210亿,期间主要的业务依然是经营华宝集团的香料生意。 按理说,香料就算再稳定,出现这种规模的营收增长也不符合常理。 那么朱林瑶在这10年里究竟干了什么,能让自己的财富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呢? 如今诸多媒体对朱林瑶巨额敛财的过程,也就是说他操纵股市,收割股民,如此一笔带过。 但他是如何割的韭菜却很少有人指出,其实这一过程也不复杂,简单来说就是增值减值,空手套白狼。 我们都知道一家企业上市的时候,股价普遍会迎来一波较大的涨幅。 朱林瑶就抓着这个空档,在企业刚上市的时候抛出大量股份套现,然后等上市带来的涨幅过去后,再用相对较低的价格收回股份。 一来一回之后,朱林瑶的股权没变,还能凭空赚到上百亿差价。 这种行为虽说不厚道,但也不至于犯法,并且基本上每家企业只有一次这样搞的机会,因此并没有人去追究朱林瑶的这种行为。 但他错就错在贪得无厌,既然一家企业只能搞一次,自己就多弄点,企业上市不就行了。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他在香港又收购了两家科技公司借壳上市,并再次如法炮制,大赚差价。 这下朱林瑶的行为可就越了解了,在2022年1月,他被立案调查。 虽说立案本身很可能立不出来什么,但此时的曝光让华宝集团的声誉大幅下跌,不少投资者对其也大失所望。 几乎在一个月内,华宝的股价就跌落300多亿。 虽说在今年1月,公安部门已经解除了对朱林瑶的监视,但老百姓损失的钱可都回不来了。 商人逐利天经地义,但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。 朱林瑶和宝华集团本身就是香料市场的巨头企业,原本并不需要靠这些小手段捞钱。 但他的贪婪让他最后落到了个偷鸡不成十把米的下场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